来看做生意这件事物价成本全球上涨 因此很多业者一直找新的商机 星巴克除了转供德莱苏外带跟汽车大厂合作 在门市设了电动车充电站 Netflix宣布取消最基本的无广告方案了 而美国之前有位超级名模在华盛顿开了一个冰淇淋快闪电 开幕迎来的这位大人物今天是全球焦点 有望披挂上阵参选总统的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牵着自己的两个外甥孙女 周末献身华府一间新开幕的快闪电 吃冰淇淋笑消暑 点餐之前先寒暄一番 因为这间店的老板娘是超级名模演员 兼幕主持人以及目前有企业家身份的泰拉班克斯 一开张就备受关注的这间冰淇淋店 将以快闪的性质营业到9月中 朱达克制化的手工冰淇淋 要跟传统口味做出区隔 新品牌请来迷人加持 瞄准国际新商机 大型连锁业者也改变数十年如一日的经营模式 往后在美国到星巴克 点杯咖啡坐在店里听着音乐 花好几个小时慢慢享用的场景将会越来越少见 因为这间连锁咖啡龙头宣布 要把火力集中在能更迅速创造获利的得来素 以及手机玉点的外带 尤其目前这两种消费模式 占全美星巴克总销售的70% 除此之外 汽车大厂梅塞德斯并是集团也宣布和星巴克合作 将在全美100多间门市装设电动车充电站 第一波会出现在圣地牙哥到星巴克的西雅图总店之间 5号洲际公路沿线已创造双赢 至于串流影音巨头Netflix 在伯洁顿家族等原创热门影集的助攻 加上打击共享账号持续奏效 带动第二季的新增订阅用户数达到800万人 远超过分析室预估的500万人 只不过Netflix正面临美国市场饱和的困境 已经决定明年开始不再公布订阅用户数的数据 另外还将砍掉最基本 每个月11.99美元的无广告方案 只剩下标准跟高级 两个比较贵的方案选项 另寻新商机的还有德国首都柏林 这一间小小的日租厨房 把一个牛逼纸袋放进水桶 再用绳子垂降下去 让等在大门口外的顾客外带取走 而里头装的不只是餐点 还是道地的日式拉面 这间神秘拉面店的一夜模式 已经在社群媒体上疯传 但不光只是发想 最基本的面提到拉面汤头的制作 统统由这位赛利格一手包办 赛利格过去曾在金融圈工作 直到疫情爆发 便开始利用时间拍摄烹饪影片 之后还经常跑日本取经学做拉面 最后毅然决然决定放弃白领的工作 全新专严拉面职人的领域 目前每个星期三天开放顾客预先订购 并上门按电铃自取 而这一套可带回家加热的拉面包 每人份售价16欧元 和台币大约560元 此外他还推出拉面料理包 在全德国贩售 用心开创 新商机无所不在 TVB的新商机无法度